泰国青麦曾经是东南亚金三角中最大的樱速种植地之一 泰国政府为了降低樱速的种植数量 设立皇家农业试验所并且引进各种农作物 如今樱速花在金三角的泰国一侧几乎灭积 青麦的农业也正在蓬勃发展 我们的记者带您前进泰国 了解泰国青麦的农业转型之路 高山峻岭农林密布的青麦山区 山高路远属于半封闭状态 曾经是提炼鸦片的因素产地 一九七九年起泰国政府推动山地计划 并积极设立三十八处皇家农业试验区 成功的让因素花在青麦绝迹 因为我们这边是以前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那这个附近全部是种鸦片的 因为一般老百姓都是种鸦片烟的 那都是少数民族 那所以皇家农场就 就哪里有鸦片烟都有皇家的农场 所以我们这个青麦附近 它的气候十和已经是鸦片烟了 那现在皇家来种了这些水果 什么也是十和这个气候 它慢慢的这个鸦片烟就没有了 很多的鸦片烟都没有了 吉麥皇家试验区不仅试验种植 也提供农民种苗用药咨询的服务 吉麥玥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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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吉麥玥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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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保障农产品的行销管道及经济收益 也让青麦成功转型为黄金农业区 新唐亚太电视林满素郑志安 泰国青麦报道